说他相克的故事 讲异乡人的情怀 尊九相红 五粮月特别播出 情感访谈拦目 品水相逢 说他相克的故事 讲异乡人的情怀 欢迎收看由五粮月特别赞助播出的 情感访谈栏目 品水相逢 今天为您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和我一样 来自江苏的南京 并且我们都是日本大学的校友 他的专业呢 是戏剧表演专业 而我学的是电视导演专业 他八岁开始学习芭蕾舞 十岁入选国家艺术体操队 他曾经六次获得过全运会的季军 以及个人单向的冠军 和亚运会的第三名 1989年 他东渡日本留学 曾经做过广告模特 参演过多部电影和电视剧 并且在2000年作为制片人和主演 推出了20集电视连续剧 远嫁日本 他就是木兰创意文化发展 书师会社社长 NPU法人日中电影节执行委员会理事长 耿忠女士 有请耿忠女士 耿忠你好 我们握个手 你好 老乡好 对对对 不是老乡好 这个不好听 我们不是老乡好 我们是老乡你好 老乡你好 这样容易误解是吗 这是也还有我们是校友 是啊 对吧 你看我们两个有这么多相同的地方 真的是很难得 一晃你都来到日本34年了 是啊 从这个意义上说 我应该是你的先败 你真正比我早来了10年 对呀 那么我想问一下 就是说你看34年了 作为你来说 回过头来看看34年 在日本走过的这个道路 从这个工作或者说你的理想 你觉得在这个34年当中 你怎么评价你这些34年 的经历呢 哇 真是 要是今天没有这样 咱们这样一个对谈 我都就是好像没有时间去 回忆这么多年的一些事情 我就真的是34年一晃而过 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 然后在日本也经历了 很多很多的事情 我觉得因为我来日本的时间 应该比我待在南京 待在中国的时间还长 还要长 还要长 明白明白明白 明白了 明白了 是在日本也算我的第二故乡 第二故乡 对对对 其实我是比你晚来了这个10年嘛 但是呢我一直就是说 因为作为同乡 还有就是校友 一直非常关注我们也很友好 我是能够感受到这个 耿忠在这个34年 也就是说我来到日本 就是10年以后看到它的每一步的发展 每一步的一个脚印走得都特别的踏实 这个我真的为你感到高兴 是吗 耿忠你还记得我们俩第一次认识呢 或者说我是怎么认识你的你知道吗 听你讲过 听我讲过 特别有缘分 我跟耿忠认识呢 其实特别有一个姻缘巧合 因为我刚来日本半年的时候呢 我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朋友 他的父亲呢 是耿忠的南京师范大学的老师 菊余老师对吧 然后呢他就说 我给你介绍一个南京人 非常的优秀 然后就把我带到了那个星桥车站 星桥车站的那个乌森口 乌森口一出那个乌森口呢 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那个LED的大屏幕 是 然后正好呢 这个大屏幕呢 就在放一个广告 是三德利的这个茶的广告 然后就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运动员 就是艺术体操的运动员 又是棒操 又是彩带操 还有这个球操 然后跟这个三德利的这个茶 在那穿插着 然后我那个朋友就说 这个就是耿忠 我当时第一眼就是这么认识你的 后来我就跟我的朋友说 我都天哪 我得在日本混多少年 要经过多少事 才能像耿忠一样这么优秀啊 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 真的啊 所以这个给 因为我刚来拜年 真的是什么都不懂 第一次到了星桥车站 然后就看到一个 而且是南京人 如果说是其他城市的人 可能未必会有这么多同感 就是因为是一个南京人 而且是我的朋友的爸爸的学生 所以我就对这个印象的特别是 就从那开始我认识了耿忠 你可能自己都忘了啦 是有一点忘了 有一点忘了 但是我知道就是刚来日本不久 就是遇到我真的来日本 就遇到很多很多就是真心帮助我的日本 就是贵人 对对对日本日本朋友 然后其中有一位就是做那个大屏幕的老板 那个做LED的大屏幕的老板 他叫那个阿卡米电器 就赤箭电机 赤箭电器 对的老板 他呢有一次也是在新桥的一个中华料理店里面 见到我以后 然后知道我是原来练义俗体操的 然后运动员 他就说 你现在还能够就是怎么说 踢腿啊什么的吗 我说可以啊 然后他说 他正好也带了一个广告公司的老板 一起在那个店里面吃饭 他说那你试试看 我说好 我正好那天穿着牛仔裤 我就把他等一下就搬起来 大场就上来了 他下一大跳 他说那就定你了 就这样 就这么一个动作 对对对 就定下来了 我当时以为听错了呢 然后他说 首先是让我做了他那个大屏幕的那个代言人 就是一举两得是吧 对对对 大屏幕的代言人 OK 然后又拍了那个广告 对 是这么来的是吧 就这么机缘巧合 对对 那么所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 就从你的这个艺术体操开始 就是如果说一下子这么见面 不会把艺术体操跟你联系在一起 而且刚才我也介绍你获得那么多奖 而且是国家队的运动员 对吧 你是就从小是学艺术体操的是吧 我其实从小是学芭蕾 学芭蕾舞 对 然后也学民族舞 因为我叔叔阿姨是舞蹈演员 是吗 对 是咱们江苏省 跟我玩的吗 是我的前辈啊 对啊 真的啊 对 游丽华 司徒中宝 游丽华呀 是 后来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演员 对 演梅花精啊 没错啊 对对 女主角 她是你的 阿姨 阿姨是吗 是是是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 是吗 因为我进歌舞团的时候呢 游丽华已经离开我们团了 但是呢 我老是听我们的同事在那说 因为现在不是有朋友圈的吗 然后他们这帮老演员经常见面 然后她没发朋友圈 我一看到的其实真的是这句话 最漂亮的是游丽华 还是那么漂亮 是你的阿姨是吧 游阿姨 是 她从小就带着我学舞蹈 学芭蕾 有一年正好军艺来招生 到南京招生 我呢 就是非常努力地去 面试 然后也非常努力地去表演 结果选中我了 选中我了以后呢 可是我爸爸妈妈不让我去 是吗 后来 才知道 其实我爸爸妈妈 她很想让我 不要去跳舞 要为国争光 要去做一等人 理解 那个年代的父母 是 他们觉得好像单纯跳舞 太单纯了 然后呢 去拿金牌 才是为国争光的一条路 是 后来 就也是机缘巧合吧 正好 没过多久 就是 我们国家 就刚刚成立了艺术体操队 以前是没有的 对 以前是没有的 然后阿姨又告诉我说 那你去报考艺术体操队吧 艺术体操可以拿着彩带 拿着球来跳舞 对 没错 一样都是跳舞 然后他们就有点连虹带骗地 把我去报名 送到体操队去了 对对对 再去报名考试 后来也没想到 就也选中了 好像是从几千人里面 然后后来我其实 就是那一年是 也是作为 就是应该是 中国第一批运动员 第一批的艺术体操运动员 那是很光荣的一件事情 那可能你父亲 他们觉得更光荣 你看我们家女儿是第一批 还拿着奖 因为我知道艺术体操 有很多那个项目 什么棒操啊 彩带啊 还有这个就是球操 对吧 你是在这些项目当中 哪一项你觉得是最好呢 因为一开始嘛 就是所有的项目都要学会 所以也有个人还有团体 然后直到我就是连续六年 拿了名字 然后我妈妈说 你应该 你应该进好就收 说艺术体操运动员好像 年龄的限制呀 就是他觉得我应该 多有一点机会去学习 然后等我退下来以后呢 就去了南施 因为我妈妈她是大学的老师 所以她就是老是担心我 每天这样训练没有时间去学习 文化课耽误了 对 她就说你要早点应退 然后让我去能够去正规的学校 大学接受教育 对对对 所以正好那一年正好南京第一次举办 那个第一次举办全运会 然后我呢就是被推荐了去南施 是吗 对也是这样一个机会 作为就是南施的就是运动员 参加全运会也拿了很好的名字 然后反正在南施拿了名字 然后比赛结束以后呢正好就就是那个时候是就出国热嘛 然后我姐姐很早就来日本了 姐姐先来的 对姐姐先来 她就说那你也到日本来看一看吧 后来我就到日本来了 我觉得就听你介绍到这儿哈 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的乖乖女 好像你缺少更多的自我主张 然后都是被这个阿姨 都是被父母 又是姐姐 就是指引着你这么走哈 让他们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 爸爸也把你引到了这个为国争光那一条的话 你也争了光了哈 而且参加了邀运会对不对 是哪一届邀运会是在哪 是在北朝鲜 对因为朝鲜艺术体操也非常强 很厉害 所以我们应该是1985年的时候 在朝鲜举办的那个亚洲 就是艺术体操亚运会我们去参加 记得那年去的时候 当然世界各地的艺术体操的运动员都会去朝鲜 但是朝鲜对中国非常友好嘛 所以对我们中国队也特别的友好 特殊的待遇 明白 是我就记得别的运动员没有吃苹果 没有苹果 对我们中国队就会有苹果 是吗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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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说 决定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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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签证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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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是 然后她就 她说 你回来我教你健美气功 我说妈 你什么时候会健美气功的 你妈也太逗了 对对对 但我就相信我妈话我就回去了 回去了我才知道 哦 原来我妈妈的老师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健美气功的老师 真的 对 然后他就说 他见到我以后 他说他愿意收我为徒 然后叫我什么燕子八番赤 什么什么的 后来我就跟他学 因为也有舞蹈基础 所以就一下子就学会了 很快就会学会 对 然后他再教我一些 就是呼吸法什么的 后来我就学会了以后 也是因为这个缘分 这个老师呢 他说那正好 他说你作为我的弟子 我正好要拍一个 健美气功的录像 要出一个录像带 他说你就来出演吧 所以我就出演了 他这个健美气功 发什么燕子八番赤的 像个示范一样的 所以有这个资料了 对 然后我就到了日本来 我就又去那个 Sentularo Fitoris Club 我就见他们的这个总管 我说我会这个健美气功 然后呢 怎么样怎么样 我介绍一遍以后 他真相信了 因为因为看到我的资料嘛 明白 还有特别是那个 那个video 那个video 对对对 特别是 这个是最有说服力的 然后他相信了 他说好 他给我 就是专门又为我成立的教室 就在他们的那个 那个那个 开辟了一个新的科目 就是说 对对对 就是耿宗建美气功教室 然后呢 我就一个小时一万块了 太让人羡慕了 是一个小时一万块 然后后来我教了以后呢 就是学生很多 就是他们都觉得挺新鲜的 明白明白 因为一般的气功就是什么 哈 发功啊什么的 对呀 我的理解就是这样呀 对对对 就是你做那我可以这样这样这样 我就这么理解 对吧 但我呢也没有骗人 就是 我没有忽悠别人是吧 没有 那个是 他那个老师教我的就是用这种自然的呼吸法 然后再配合一些就是像有点像太极拳一样的 这样的一些就是健美功 然后呢可以瘦身 然后也可以美容 所以我也是真的很用心的去学 然后跟学生一起每天练 然后他们就觉得好像 好像变年轻了 然后身体很轻盈 对而且好像腰也变细了什么的 所以我也自己也每天练 我觉得的确效果也很好 然后我也在结合一些 艺术体操的一些这种 可以再发展一下 对对对 我又变成一种耿中牛 明白耿中牛明白明白 教他们 所以学生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学生里面有一个 特别有名的一个日本大企业 专门做做video 做这个电器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企业的老板的太太 她也是我的学生 然后她每次跟我说 她说耿中老师 她说我觉得你的动作都很漂亮 但是我想学也会忘 回家就忘了 她说你能不能拍成录像给我们 明白明白 然后让更多的人看见 更多人来学习 对对对 我说可以啊 然后我没有想到就是 这样一个大的公司 正正规的一个团队来为我拍录像 就后来 他们拍完这个录像以后 又把我推荐到NHK 然后正好那个时候 NHK刚刚退行 就是BS 卫星频道 然后他们看了我这个表演以后 说啊很好 就专门做了一个就是 Kochu Kenbikiko的这样一个 Kochu Kenbikiko的这样一个 Kochu Kenbikiko的这样一个 就是耿中气功建 对 这么一个叫砖栏吧 对砖栏 然后把我带到北海道 也带到初神去拍 在很美的风景里面 明白了 在景色里面去拍 明白明白 在自然的怀念当中 对吧 然后出来那样高清的 那个效果也特别好嘛 就比照BS刚刚开始的时候 我记得他们说 经常能看到你的宣传的 这个广告 为什么是用我 我说我也不知道 我说但是我教他们气功 他们都很开心 你的朋友都没有想到 就是说你会用这个气功 来赚钱 赚大钱 而且能够走上 这个主流的日本的电视台 这个我觉得真的是没有想到 包括你自己也应该没有想到 都是缘分 你妈妈教你这个所谓的这个气功 无非就是让你能够少吃一点苦 食给能够高一点 起码不要去洗碗 对不对 你看然后就这么 外打正着也好 阴擦阳错也罢 但是它是一个技能 可见一个人的技能是很重要的 对 遗法人と出会 その人的人生を 語员 在我心裡有些人的心情 是很甜蜜的味道 是很甜蜜的味道 和淡淡的口中的 無良夜的感覺 在我心裡響到一刻 心裡響到一刻 心裡響到一刻 心水相逢 是很甜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